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电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梅姐》 一个大西北的普通人的一生 铁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西北汉子 他爸爸是个二人台演员 有个搭档叫梅姐 梅姐有时候就在铁蛋家住 铁蛋总是喜欢粘着梅姐 梅姐也特别喜欢铁蛋 可能是铁蛋生了三个女儿 没有儿子的原因吧 有天梅姐的丈夫来接梅姐回家 铁蛋那叫一个依依不舍 晚上睡觉还问妈妈 梅姐会不会回来 等她长大了要娶梅姐 妈妈笑她 等你长大了梅姐都老了 你娶她 铁蛋带着梅姐的女儿出去玩 跑到梅姐家 正好看到梅姐跟丈夫啪啪啪 铁蛋告诉梅姐 你等我长大了你嫁给我 梅姐说到时候我把大女儿嫁给你 铁蛋还不乐意 梅姐跟铁蛋的爹 在村里唱二人台 正唱着起信 过来了一群当官的 把乡亲都赶走了 不让唱了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所有的戏班子都被叫停了 梅姐跟丈夫去口外 铁蛋一路跟着 不停地问梅姐去哪 十几年过去 梅姐又回来了 打算跟铁蛋的爹 继续搭档唱二人台 铁蛋的妈死活不让 原因也很简单 文革的时候唱二人台 让人把眼给批斗瞎了 没几天 梅姐的丈夫带着女儿 也从口外回来了 铁蛋看着三个小姑娘 眼都直了 不过铁蛋脑子还算灵光 开始追求梅姐的大女儿 大女儿也还算喜欢铁蛋 两个人情投意合 几天就生米煮成了熟饭了 可是梅姐不乐意了 你穷得要死 想娶我的女儿 做梦去吧 梅姐给大女儿找了个蒙古汉子 虽然铁蛋一千个 一万个不乐意 大女儿自己觉得还行啊 蒙古人过来迎娶大女儿 铁蛋哭得都背过气了 骑着驴去追人家的马 最后还是被人家打了一顿 就回来了 从此整天以泪洗面 已久买醉 铁蛋的娘找了个神婆婆 给铁蛋看病 神婆可能是收了梅姐的钱吧 说必须取一个哑巴才能好 铁蛋的爹妈还真信了 逼着铁蛋和二丫头 把婚结了 这还不算 还强制着他们 啪啪啪 给他们生孙子 直到有天 一个剧团来到他们这里演出 铁蛋情绪一来 就上去唱了一曲 说巧不巧 团长还看上这货了 让他跟着团演出去 铁蛋可能也想离开 这个伤心的地方吧 二话没说就走了 没想到铁蛋唱得还真是不错 很受人们的欢迎 迅速成了大名人 还有个大姐 看着看着戏就看上人了 上赶着跟铁蛋啪啪啪 铁蛋还不同意 铁蛋迅速窗红 当上了副团长 这时候美姐的三女儿毕业了 也打算去剧团唱戏 美姐来找铁蛋 希望她别让三女儿通过 铁蛋也许是记仇吧 没答应 三女儿去面试 一许甜蜜蜜就打动了所有人 铁蛋看得把桌子都弄倒了 二女儿也给铁蛋生了个女孩 老两口终于抱上了孙女 三女儿在戏团里跟铁蛋 每天都待在一起 竟然有点喜欢铁蛋了 有天铁蛋他们在演出的时候 竟然没人看了 人们都去看歌舞剧了 铁蛋一看 这不行啊 想想办法吧 铁蛋就打算学唱流行歌 三女儿还笑话她 不会说普通话 慢慢的三女儿彻底的喜欢上了铁蛋 这是正宗的姐夫和小姨子的故事啊 没想到小姨子有意 姐夫竟然还是正经人 最后铁蛋辞职回家了 和老婆孩子一起过上了平淡的生活 影片就这么结束了 讲的全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 没有富二代的花天酒地 没有做作的青春爱情 但是就是这些真实的平凡的事 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 但每个普通人的一生 都是一部完美的电影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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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